我基本上變超好的 我上一堂課完全要睡著 我了解孫婦其實還蠻喜歡上自然課的 這樣也蠻有趣的 可是還是比較好 沒辦法 來 坐 在第17頁我們有另外一個屏幕 好 電力的屏幕為何要先升高定壓 A1 為何先升高定壓 等一下 我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有兩個電阻 兩個 A1 A2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電阻 A1 安培計 這是兩側的 安培計 R是什麼 電阻 3 安培 好 請問這電池是多少 電池的電壓多少 電池的電壓 6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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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幅特 6伏特 感應有問題 那我先知道了 A2的毒脂是0.2安培 請問一下這個R2的O50是多少 這不用想啊 這是定義啊 我們在系統中很多定義 定義不用想它為什麼 這是歐姆定義出來的 因為他說我發現了 我發現一個現象 在系統裡面 一個導線裡面的電流 跟著導線的兩端的電壓成正比 而且是成定值 你知道我的問題是 因為你的V其實就是兩按 電壓 電壓 對 然後它的單位 對 這個問題上次我講過了 所以我有請你們要整理一下 所有的課本裡面所提到的 單位電壓 它表示符號是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說 都要寫中文字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通常會寫代號 那你要慢慢去習慣 我在寫什麼代號 可是我在寫這代號 通常用嘴巴講一遍 通常講說電流電影 我不會直接講 V I R 不會是這種代號 所以你可以 想辦法去記得 我在寫這個 英文字的時候 我說講中文字 好了 所以這邊電流是多少 30 30 30 OK 30 因為這邊是6伏特 對不對 這邊電流量出來是0.22 30 0.26 30 OK 這沒有問題 這是簡單的問題 所以他有問題說 好了 那我這個電池 所消耗的電功率是多少 多少 P是多少 B乘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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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乘I B乘I B乘 todo B乘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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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乘Q B乘Q I A叭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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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瓦 1.85瓦 好 那剛剛你說通電10秒鐘 通電10秒鐘 我所消耗的功力多少 我所消耗的功力多少 10秒鐘我消耗的功力多少 10秒鐘 就是18瓦 18瓦 1.85瓦 等於10秒鐘 等於什麼 18瓦 這裡是選擇題 告訴你們該要 能夠清楚 我們知道電功率的概念是這個樣子的 電功率這樣看起來 我們經過兩個題目這樣討論一下也沒出太大問題 所以為什麼家裡面的電信用品 我們要怕短度呢 因為短度會產生很高的電功率通過這條導線 然後會形成大的電功率 然後會放入高熱 然後會引發火災 所以通常在這種高冷的情況下 我會在這邊放保險絲 這保險絲是一個什麼 它經過大電流它就會燒掉的東西 它會溶掉 它溶解 它溶解 它溶解的東西 所以我當著大電流產生的時候 大電流是不是都通過這裡 是不是都通過這裡 假設這是一個總胎關 我輸入電流 可是我正常一個導線這樣短路了 我電流就回到這邊 我這邊先燒斷 我這邊燒斷之後 電就回到油門了 我就會保證我的安全 所以這是我們的保險絲的一個開關設計 那在我們發電廠 我現在發電廠發出來的電 發電廠出來的電 我的功率是知道的 我的發電廠開一台系列 開兩台系列 開三台系列 我的發電功率是固定的 可是我們知道說 這導線當中 這導線當中 我的功率跟誰有關 是跟我的安培序有關 那麼 我 我如果可以的話 我如果把這個安培序降低 這個叫做什麼 我如果把那個 我的功率是固定的 我如果可以把我的電流降低的話 我可以產生比較小的熱效應 我可以產生比較小的一個電能熱能的輸出 所以我怎麼把電流下降 我如果讓電流降低 我怎麼知道 我把電壓提升 我把電壓提升就好了 對不對 你告訴我 為什麼 因為我的功率是固定的 我電腦出來的功率是固定的 我每秒鐘所做的都是固定的 所以這時候我只要把我輸出的電壓提高 我現在要深壓 我是不是可以看到電流 剛剛怎麼看到啊 你在這邊 所看到的電功率 產生高熱 都來自於電流 電流影響很大 是不是 所以電流影響很大 對 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電壓給提升很多 我的電流就下降了 對 所以我怎麼電場輸出來的電 我都要先把它升壓 降低電流 壓力電壓可能升到1萬伏特好了 降低電流 我的導線就可以降低電流 我降低電流 除了減少電功率的輸出之外 它有一個好處喔 我的導線不用很粗 我導線可以吸引 所以省錢 省錢 省 鍋子中會消耗的熱 沒有錯 沒有錯 我這個電如果送到你家 我用的是110伏特 我光消耗的電量 我就消耗非常多了 因為電流很大 另外是我導線很粗 導線很粗呢 光只是導線粗而已 我的鐵架要很粗 我做的應該很粗 我的鐵架會花很多錢 都必須先升壓 對 上一次我沒有討論過 為什麼加你的電 假設你用220伏特的電 比較好呢 還是110伏特的電比較好 是220伏特還是110伏特 為什麼220伏特 為什麼220伏特 因為 你看看到底 假設吹風機功率是1000瓦 我用220伏特的電 我的電流大 還是110伏特的電流大 110伏特 對 110伏特的電流大 在電流大上面 我裡面的熱效率會很高 我會發出很多熱 我電線要很粗 對不對 所以我最愛用220伏特 可是為什麼台灣沒有用220伏特 110有什麼好處 110有什麼好處 電線短 S C 電線比較粗吧 110的電流多大 那110有什麼好處 你那時候不會電死人 比較不容易電死人 比較不容易電死人 不是不會電死人 不容易電死人 我剛才你那時候比較不會 你剛說不會電死人 那邊 是一些relau 就是一般的這個 就是relau 不能有那麼大電流的電器 就是relau經濟的 但是耗能比較少的電器 就會用220 你講耗能是跟功率相關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 都跟功率關係不大 因為功率是固定的 功率是固定的情況之下 你會選用高電壓或低電壓來考慮 那我功率是固定 可以有缺功率的功率 假設都是1100瓦 對不對 假設我的功率都是1100瓦 那我知道這是很厲害 所以當我的電壓是110V的時候 我的電流多少 是不是十安倍 可是我如果用220V的電的時候 我的電流多少 十九萬倍 對不對 這是指的是功率相當的時候 但你想說省電的裝置 是 省電裝置通常來講 是說我怎麼想辦法 在我的 控制系統 或摩擦力裡面去做處理 讓它減少的消耗功率 跟我的電壓 相關於不是那麼大 就像有些手機 它可以待機時間可以2天 有些手機待機時間可能只有5小時 它用電都是4年有福特的電 手機都是4年有福特的電 那差別在哪裡 電池的量 電池的量 一個是電池的量 另外一個就是CPU的控制 CPU上設計有沒有省電 你說 我覺得我在你說CPU上 電池的量 電池的量 就已經卡住 OK 就你看 當時我的工藝是固定的 我不同的電壓 是不是在線上會需要不同的電流 對 對啊 那假設我用2千2百福特的電子 那我的電流是固定的 那我的電流是固定的 四條給你我按摩 那我的按摩是越小 我的電線中間 電線流通度 電流流通度 電線過程當中 所散失的熱比較小 所耗的能比較少 因為這個熱除非是跑到空氣中不見 是不是 是不是 等一下喔 嘿 幹嘛 320福特的 跟安培電流 然後 成立 所以喝一點點 可以 那個 電流 開啟 開啟 我現在不懂 可能是 那幾個 放在這裡 吃掉 的地方 放在 25 好 你剛剛把25 對 然後 他那個 所以 比較小 因為他的功率是固定的時候 功率是固定的時候 我們先 正前一次功率固定 我們 P等於 V R 電視 需要再討論嗎 P P 是功率 功率等於 電壓 存上電流 這東西前面是 能量 或者是 功 等於 V 乘上Q 對不對 OK 我這個主要時間 這東西就等於 電流 是不是 所以 這東西 就是功率 功率就等於 電壓 乘上 安排素 這沒有問題嗎 這就是 三等 安排素 對 這是功率啊 所以 當我固定功率的時候 我固定功率輸出的時候 我只要能把電壓 增加 我輸出的電流變小 好 大概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是固定值嘛 固定值 我的電壓 就是電流成反比 我電壓越大 電流越小 電流越小 電流越大 電壓越小 這是成反比 很小喔 那 這樣很怪 你找到這樣的話 那 安排 那個 電流越大 你電流越小 什麼 電流越小 你 因為你電流 越小 電流越大 電流不特 為什麼 沒有要 什麼東西있問什麼 電壓跟電流 在固定功率的時候 固定功率的時候 電壓跟電流成反比 對啊 那我就說 如果是成反比 那你 電流越大 你電壓 就越小 那你這樣的話,你電流做大一點比較好 電流做大一點比較好 電流做大一點比較好 你電流做太大的話,我的導線跳很粗啊 可是你電流一點點比較好是不是 電流一點點 我不懂 我知道你的問題可能在哪裡 你的問題可能在說 我拿電去輸出能量 好像跟電流越大可以輸出能量越高 當然不是啊 我們剛剛講了 我輸出的能量是跟 同時間跟電壓跟電流都相關 你看喔 我這兩點之間 這兩點之間如果沒有電壓差 我會帶電荷重新提過來 希望他們有沒有得到補功 有沒有得到補量 我這兩點之間沒有電壓差 不會 對啊 我這邊有一大堆電流流過去 這兩點之間沒有電壓差 有沒有功 沒有 沒有功啊 你電流在那裡 對不對 我電流很大 但是沒有功 因為這兩點之間沒有電壓差 懂你什麼 不知道到你的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 沒有電壓差 沒有電壓差 這個電流流過去也不會做過 他就不會有熱銷耗 他就不會放冷 他也不會有做工的情形 都不會 對啊 那可能比電台 所以你剛剛講說 電流那麼小 我怎麼去輸出 你剛剛不是講 電流變小 那有什麼用 電流變小我以後怎麼用 是不是這個意思 電流越小 電流越大 你要有什麼測試就越小 對啊 那這樣的話 不是就是 其一就是 其一就是 你選擇 耗電耗比較多 或者是 鞋子 或者那個 才子 對啊 好 其 所以 一般來講 你的電流越大 這個導線會發燙 這是電流的熱銷運 對啊 所以你會 這個能量就散失到空氣中了 對 所以你盡量會希望說 這導線不要發燙 是不是電流要消一點 對 可是你又希望 我的電功率不要消失 我的電場出來的功率 是批這麼大的電功率的時候 我不要因為 我不能 因為要希望這個導線 不要那麼多電量 那麼多電流 我就把批給降低了 批降低我後面的電都 輸不出去 我的家裡面都不能用電 我有個吹風機一開 然後電就沒了 對不對 家裡那麼多 那麼多家裡都要用電 我電不能太 不能沒有電 所以我電要 供應要足夠 因為我的功率必須固定 對不對 我供應固定的時候 我的電 我的電流 電流 就不能說 只是靠 控制電流 說我電流是小的 我必須伸壓 讓我電流維持那個電流 我才能夠確保 供應可以出大一點 幫助我 我覺得你應該把兩條課分 我覺得你應該把兩條課分 好啦 那我們下一節其實想辦法 好啦 我跟你講 鎮宇 假設這種狀況的話 你應該 鎮宇不是鎮宇 我說我沒有睡著 我說你沒有睡著 但是我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 先沒有利用 你會不會用中午線來找我 啊 你先找我 單獨時間來找我 你應該要預期 預期有問題 在三個前一天 就要來找我 對不對 這樣才能夠解決的問題 好 那個家中電器用品的那個 插入的設計 每個孔的功能 我們再查一下書 書上有寫 然後接下來一度電 我上次不是講過一度電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是一度電 你記不記得 一度電 一度電 我們說 我這個電器用品 耗電 耗了多少電 我們看一度電 什麼是一度電 一度電 一度電簡單來講 好 就是 一千瓦 的電 用一小時 就是一度電 好 一千瓦的電用一小時 請問什麼 用的幾焦為的分量 所以一度電可以幾焦為 配達分 配達分 1000瓦 1000瓦 一度電 好啊 什麼電子度 度是我們家日常生活中習慣用電的伎倆單位 你家用幾度電幾度電就可以算多少錢 這是伏特嗎 伏特是電量 伏特不是一個電量嗎 伏特是電量動作 電量動作 耗電量 耗電量 耐電量是固輪 耗電量是幾度電幾度電 那是電力功能算平用的 因為幾度電可能沒有做工 假設真的沒有電壓差 你庫輪都在做也不會做工 對啊 那我們今天在家裡耗電是拿熱電來做工 你的冷氣機要吹 你的電燈要亮都要做工 所以你必須有一個庫輪 光是你電量沒有用 你必須電量還在整個電壓 才知道你用多少電 才知道你做多少交換 85 我不要先看作業的部分 沒有問題 一度電是幾交換 沒有人回答我 五千 蛤 當然不是一千交換 一百 六十 六十是小時 六十變分鐘 可是我們的一K瓦斯 以什麼為單位 一秒 三千 六百 還在乘上什麼 六十 那不是六十 不要吹我嘛 你這樣猜那一顆 我要猜到什麼時候 六十 還乘上六十 就會是一小時 還還很容易 還很容易 等一下 劈的什麼 等一下 功率的什麼 那個啊 厲害 功率的厲害 就是我們現在在講那個 電器用你的功率 這叫電力功率 我們如果以原來功的低率 功率的低率 是不是 我所做的功 是不是 我知道他嫌不錯 我知道他嫌不錯 不是 所以這要問你說 你耗了多少功 是不是在這裡 對 對不對 呃 那第二把大哥又等什麼 就是在P 乘上什麼 第二把T 酷 蛤 你不知道什麼 P是 P我不是寫了嗎 P我不是寫了嗎 一度變的意思是什麼 E小子 EKW 就是EKW的那個 EKW的變同率 用一個小子 所以EKW的多少 用P多少 EKW是多少 用1小子 EKW就是 一千瓦 一千瓦 一瓦等於每秒一焦了 所以就一千 一千 一秒 一千焦了 用一小子 所以一千 乘上三千六百 對啊 所以是 所以是 三百六百 所以是 一千 乘上 一小時 再乘上六十 再乘上六十 對不對 所以一度變成這麼多焦 一千焦額 這是很大很大的電 Which one you don't understand 一千 一千 是一千瓦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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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就是每碗一焦額 一碗 一碗 對吧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有 我記得 所以剛剛在寫的論文講P是什麼你不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我之前 所以你要轉過來啊 我轉過來是我知道的 你剛剛一直轉在題目上 你剛剛一直轉過來 我純粹在說我復習一下 哪一個地方不知道 你說 Because你沒有看 這部分非常早 我還是回到前面要復習 在那邊要復習 你為什麼要復習看 好 我不管了 我現在知道 你知道問題 其實重點 因為我在學習過程當中 我知道我現在學不會了 我知道我問題在哪裡 你要回去把問題先解決掉 對不對 那問題解決方法 有個方法叫你簡單直接問 我不問你告訴我 沒有辦法就是你還一定要看書 你的方法 你的問題在過 直接告訴你結果 你不會記起來的 這已經太多次了 你不會記起來 所以你的方法一定要做苦工夫 就是要記起來 要去看書 要查資料 要查資料 要看書 對 要預計 正要做 好 你說 你說 一度電 對 這只是一個定義 這是一個定義 然後你說 一度電 一度電就是 一度電就是一K網 在功率 用一個小時 用一度電的小時 用一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問題來了 我現在問題來了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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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用吹風機 我的吹風機是一千一百瓣 一千一百瓣 一千一百瓣 我吹了十分鐘 十分鐘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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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正說一次 我一台吹風機 它的功率是一千一百瓣 我用了十分鐘 請問 它的幾度電 幾度電 就 就 我 還沒有導致 一千一百瓣 蛤 我還沒有導致 哪個定義 這邊的定義 一度電的定義 每秒一交二 所以 一千一百瓣 就是 每秒一千 一百交二 對 然後 用了十分鐘 所以 六百 一百一十十六 六百 六千 六萬六千 六十六萬 喔 我還沒聽 那個 喔 六十六萬 一瓣 用一個小時 才有六點 一千瓣 用一度電 一千瓣 用一個小時 才有六點 那兩千瓣 用一個小時 九千瓣 我知道 就是一萬一 一千瓣 一千瓣 用一個小時 是一度電 對 你知道一度電多少錢嗎 那我知道了啦 一度有什麼特別的 那個嗎 我誰說也不是一千瓣 路由單位 一千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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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萬一 是 就是一度 不能這樣寫 這不是溫度 就是一度 而且 溫度還寫錯 就是一度 一萬一 你先教我了 對 一萬一是教我 沒有錯 我沒有問教我 我在問幾度電啊 我在想說這個換算要怎麼弄 一度電 對 這是分中嗎 你弄錯了 一度電的定義是這個樣子 所以 一度的單位是什麼 一度單位不是除下來 是乘上去 一直在這裡嗎 一度電 所以一度電 當然在KWH 把它弄在這樣子 那 這裡跟EH EH 所以假如 喔 所以 這是 六分之一H 嗯哼 一一一 一 哇 這個是 我們這是標準 這是一千 對不對 一千瓣 一千瓣 所以這是一千瓣 所以 這邊要是一千 對不對 這是結果啦 七瓣 看 對啊 沒有錯 一千瓣一個小時 一次一度電嗎 嗯 你一千一百瓣 是幾個一千瓣 一個一千瓣 一點一個 一點一個 一點一個一千瓣 這樣 你用幾個小時 對嘛 就這樣 我知道吧 等於 六千 分之 一千一百 我知道了 爸 蛤 你有計算機吧 沒辦法 有 那就會算錢啊 而且 更何況我沒有問你幾塊錢 問你幾部分 其實就是 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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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萬 分之 一萬一 對啊 對啊 可是這樣很辛苦啊 哇 這也很辛苦 這也要算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六百分之一 這也要算最簡單的方法 你應該去思考說 我一度電 等於什麼 一K瓣 乘上一小時 對不對 對啊 在這題目裡面 你用了多少電 我用了一千 一百 是不是一千一百 乘上一千 K瓣 是不是 是不是 C不C 是比他多嗎 對啊 這不是比他多 這不是1.1K瓣 對不對 我用的技巧是 十一千 不要習慣用小數字 用 你們在 六分之一 所有的技巧過程當中 不要習慣把數字乘它 也不要習慣把 數字變成小數點 對 你就可以約了 就變成 六十分之十一度 沒有錯 OK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最簡單的算法 你如果 最不好的算法是什麼 我把它呈出來 在一群上 我們講 我們剛剛算法結果什麼 三萬六 三六一 三百六十萬 你在群上 三百六十萬 這是最不好的算法 好嗎 所以 最簡單的算法 你先調整定義 我就把 又耗了多少功率 跟幾個小時 算到這邊就結束了 懂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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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應該 應該 應該喔 應該喔 好 我們來問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 有沒有加點 有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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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充電電池 我們既然用充電電池 你去打開你手機機 應該給它充電池 一個電池 再加點 這個電池 這個電池就綁不掉 這樣就綁不掉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20夜 20夜有個充電電池 它是Nokia的充電電池 20夜 對 好 這是有Nokia 充電電池 你可以看到 它的高頻 它的電壓多少 電壓 對 3.7 3.7 不對 它的電量是多少 電量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它電量 它電量叫做1020 迷你安倍小時 哪里 在這邊 在這邊 電什麼 電量 電量 1020 迷你安倍小時 或者它功率電功率多少 這個沒有在題目裡面 它功率電功率多少 它寫3.8 瓦小時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3.8瓦小時 哪裡會寫電功率 沒有電功率 電功率沒有寫 它有個在3.7V後面寫3.8瓦小時 我沒有說叫你寫 我只是說它有這麼一個東西 它這個3.8瓦小時 H是代表小時的意思 3.8瓦小時什麼意思 每個小時它會做3.8瓦 不是 每個小時它會運動3.8瓦 不是 它只能用3.8瓦小時 對 它只能3.8瓦小時那就是電量 所以它的耗電量是 它的這個電池的電量 是3.8瓦小時 壓遠 等一下 你擋住了 你擋住了 什麼意思啊 我現在請它什麼意思 我先問你們猜猜看它什麼意思 就是只能用3.8瓦小時 就是只能用3.8瓦小時 只能用3.8瓦小時 每秒消耗3.8瓦 然後可以用一個小時 每秒消耗3.8瓦是錯的錯法 每秒消耗3.8瓦是錯的錯法 它可以以3.8瓦的功率來產生一個小時 對 當它的消耗是 當它的消耗功率是每秒3.8瓦 就是每秒3.8瓦交耗的時候 就是以3.8瓦的功率在工作的時候 這個電池可以工作多久 1.8瓦小時 就是3.8瓦小時 它是在1小時以內 如果是難的話 那我如果每小時 我如果我的功率只消耗1瓦 沒有1瓦 我的電池如果拿去做工 而且我的手機消耗功率 你用多久 我這手機消耗功率是1瓦 我拿著電子去用 你用多久 3.8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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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清楚的問題 用1瓦 這個電子是3.8瓦小時 有 表示它用假裝拿去做工 它的功率是3.8瓦 3.8瓦在消耗的時候 它可以用1小時 我現在把電子拿去用在一個手機 你這手機的消耗功率是1瓦 我知道 我可以用幾小時 3.8瓦 3.8瓦 清楚嗎 對不對 OK 非常好 我一度電 我一度電 去充這個電池 我可以充幾顆電池 我一度電池 我一度的電池 去充這個電池 我會充幾顆小 充我的電池 好 3.8瓦 3.8瓦 1瓦 3.8瓦 3.8瓦 再想清楚 你說 一度電的電力就是 1千 好像有1千 OK 那個 那個 之前在幹嘛 他馬一個 再寫下來 20千的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上也有 對 可以充幾個 知道了 怎麼出來 300個 3.8瓦 1千 3.8瓦 1千 這樣就算了 個 他錯了 怎麼錯了 沒有錯 可是沒有說個 我一度電可以充這麼多個 相對來講 我充一顆電池 我需要耗幾度電 充一顆電池 要耗幾度電 幾度電 幾度電 充一顆電池 要耗幾度電 3.8瓦 所以是 充 1千分之3.8瓦 沒有錯 我充一顆電池 只要耗 1千分之3.8瓦的電 充一顆電 十塊錢 十塊錢 你剛剛寫了 對啊 所以充一顆電池 幾塊錢 1千分之3.8 乘上四 所以大概多少錢 1千分之3.8 乘上四 8.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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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 1千分之152 我剛剛講小生 小生 小生 所以很便宜吧 好便宜 所以為什麼很多 你看 我去買電池 像這個電池是底電池 像你去買一般家用的電池 它不是 它是多少 它是 2千3百mAh 2千3百mAh 那你只要 2千3百mAh 到底功率是多少 很簡單 這邊有電流 不要看到 假設電池是1.5伏特的 你怎麼把它換換成WH 等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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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每秒 做工 每秒 做工 調律是什麼 調律是功率對不對 調律是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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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電功率才是什麼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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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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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D2 D3 D1 D2 D2 D3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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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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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沉 慢慢沉 這也是3.45mAh 一顆1.5VT 2000mAh 的電池 它的電量 是3.45瓦 小時 你充電我剛剛算過了 這顆電池是3.7 3.7 3.8瓦小時差不多 我充的電池只要1千分之 1千分之150元 所以你看 我們去買充電池 為什麼你很多時候需要現在用充電池去買 去買那個1.5VT 用一次就丟掉 一顆電池大概4塊 一顆電池現在基本上 20塊錢左右 不用 可是你充一顆電池 你想要買充電池 一顆充電池才200塊錢 可是充一次電池才耗了1千分之1 那你要使用差不多10幾次才賺 怎麼會 一顆電池 200塊錢耗 我充一次電池 我充一次電池 我只耗了1千分之150元 150元 20那是3元 對不對 我成他N是 等於什麼 20N 好N會得多少 N會得多少 200 錢過去嗎 你說N是什麼 N是假設幾次 我假設充了幾次電 我就可以把它裝回來 假設兩邊的錢是槍 什麼時候 對不對 我一顆電池20塊錢 我假設用10顆電池 跟我這邊用10顆電池 我充14電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這邊一顆電池是200塊錢 那我這邊一顆電池是200塊錢 我用了N次 我充了N次電 那假設我用一般電池 我現在用一次電池是20塊錢 上來算 所以等於什麼 減過去 A 20減 20分之3 N A 20分之 400 30 397 N 預備 然後再除過來 然後再除過來 等於什麼 4 4 397 397 約等於400 差不多就是10 所以我剛剛沒講錯啊 什麼意思 我剛剛講就是用10次電 就划算了 所以我剛剛講10次電 欸怎麼會這樣 你說10次電不划算 你說用10次電就賺了 才賺了 用10次電才會賺 對 那你告訴我 可是你剛剛中電池一般沒有問題 是嗎 你剛剛賺了 一般中電池可以用10次 你知道嗎 可以用幾百次 可以用幾百次 現在甚至有到幾千次的 所以中電池就是比較便宜 便宜很多 所以我可以一點加半點 因為把你剛剛那個加半點 好 我沒加過一點好不好 這個一點 蛤 怎樣 底部是一點 那為什麼反而不是要加半點 就是把它補齊一點 不是 停 停 反而不是要半點 又沒有用 有用 有了 現在加完就一點點了 不是啊 小阿哥 好 先說一開始 你坑我喔 你坑我講這一題一點 把我說你 把我說不會加點而已 喔 你這一題也解出來 對啊 所以應該是加一點五點 那就是加一點五點 那就是加一點五點 對不對 那你那半點有沒有用 沒有 現在半點再一點了 所以累積八點了嗎 沒有半點了 好 我們現在不用八點了 原本是六點五啊 然後現在就八點了 加一點五點 好 那個 半點沒有用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 你再進八點只有十六點 他已經進八點 呵呵 你再進八點 不是六點 沒關係 我們現在那個 課本裡面有提到一些電器用品的使用方法 注意事項 我們直接再看一下 好 需要利用熱的來加熱 然後這邊有水果電池的實驗 還有水果電池的實驗 因為下禮拜我們要清火烤 所以下禮拜沒辦法做 那下下禮拜呢 目前你知道應該是停課啦 要做清火呈現準備 好 但是假設那是有點空檔的時候 我們在下禮拜 第20週的課程來做那個水果電池實驗 好 啊 所以請利用這禮拜六禮拜天 還有下禮拜請問的時間 什麼 請問的時間 什麼 怎麼樣 沒有 利用下禮拜的時間 把那個 下禮拜清火烤準備一下 準備到目前的範圍 然後 怎麼樣 不要 不要 我們沒預見你可能沒有準備 但是 結果不太好 我們沒有辦法 好 那我們講到充電池 雖然我剛剛講充電池的效果 但是我們下面講到電池的設計 那電池設計怎麼設計的 我先講一個概念 講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但是下禮拜要上 對 現在只能到下禮拜上 所以反正應該是累的 這禮拜沒有 我把課程調整 反正這禮拜後面三四週 按照課本的定義 是要講地球科學 可能地球科學的討論是分成 這禮拜講一點點 下禮拜又講一點點 我覺得我對地球科學比較有興趣 聽起來 那地球科學其實很好 地球科學也是行習相關的題目 而且地球科學跟你生活習相關 知道嗎 濕度啦 空氣啦 地球運轉啦 地震啦 星空啦 水啦 這些都相關 星空我們要拼拼圖嗎 拼拼圖 為什麼 因為不停 停 OK 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歌聲 簡單來講 電池的概念這樣 這是一個金屬 這是另外一個金屬 這是另外一個金屬 曾經一個人 有一個科學家做實驗的時候 他要解剖青蛙 他在鐵盤裡面放那隻青蛙 那有青蛙固定放鐵的 就讓他從刀去切青蛙 就幫你腳動一下 他發現 為什麼腳動一下 他抽到他的反應層次 我是 那那情況已經數掉了 抽到他了 他被電了一下嘛 他為什麼被電了一下 因為 結果後來你們發現呢 因為這鐵盤子就是銅的刀 那這不同的金屬 碰到這個 這個金屬跟金屬之間 如果有液體 這液體是可以導電的情況之下 這兩者之間就會 對這個液體在搶電子 那這個金屬跟這個金屬呢 這個金屬跟這個金屬 兩個的搶能力不一樣多嘛 一定有一個搶到一個搶不到嘛 所以當這電從這鐵盤 流到銅的時候 你會被電到 這個金屬 這個青蛙 就被電流過去了嘛 因為這青蛙 在這個時候 就變成那個導線嘛 他電流到他的神經 他腳就抽到很強 所以就發現說 假的時候 神經接受電的神經就會抽到 因為我們的神經在傳訪 然後是靠一些電流在 對 對 就是你啟料 然後不管什麼 你腳會被電 然後電一下再放 欸 那為什麼會有 那種電流 然後他就是 欸 這個 濕濕濕 然後他就 幫他專門做一個摺信 然後就 放兩顆才可以 因為咬拼起來超不太多 你講的東西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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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那邊幹嘛 這個機器很超標的耶 超標的 所以呢 後來特別在太野 就是說 那我們把這個金屬 跟另外一個金屬 放在其中 放一些 酸啊 鹼啊 東西 就發現真的可以成成電 所以就把這個 還好 擺著 當我已經需要電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接過來 接個燈 燈會亮 那亮到什麼情況之下 不會再亮 那個青蛙 乾乾乾 不是這裡沒有青蛙 剛剛講沒有青蛙了 不是 這個機器跟這機器的東西 放一些酸性物質 或鹼度 這樣電可以導動的方式 你把那些電可以丟過來 我什麼情況之下 電都沒有了 整發電 不是整 白鷹碗 什麼叫白鷹碗 哈哈哈 那個 搶完了 你可以幫我把那個青蛙亮亮 搶光光 搶光光豆 就是基礎白� equine 消失了 完全消失了 完全消失了 覺得會沒有電 這個情況 啊 但大部分的話 我們就完全消失了 因為那完全對青蛙上 Filip 都還 Carry 什麼情況都沒有電 呃 nutzen 不是這樣搶完了嗎 電會搶完了 tranel 清晰兩棋 其實就是 哦 基本上如果只是離子在做運轉 不太會容易說 這個離子已經運轉完了 應該這樣子 我這個疫情裡面 會到底給你說 因為在電子流動過程當中 這個元素會被分解出來 分解出來 我分解到這個濃度已經濃到 分解出來 因為它是主力反應 它分解到這個濃度已經變得有很大的阻力 阻力大到我們沒辦法在過去的時候 它就開始產電 所以我們的電池說明是來自 蛤 對 這裡面的液體 所以通常來講這個電池說明是來自這裡的 所以我們現在又會發明出 那有一種二次電池 二次電池就是可以再重新的電池 我們就給它逆電流 逆電流就希望它產生逆反應 你把這個液體裡面的原來的電池濃度太高對不對 再把濃度降低 它就可以拿去再利用 再做第二次發電 哦 什麼東西 從普通電池 從普通電池比較不好的原因是因為 普通電池的設計 它通常不讓你充電用 所以它的密封效果比較差 因為在充電過程當中 因為它會產生高熱 會產生熱 會產生熱 而且裡面會有氣體 當熱跟氣體越多的時候 它電池會爆炸 所以說不太適合拿一般的一支電池去充電 因為一支電池設計不是用來充電用的 所以當這樣充電的時候 它裡面是沒辦法去控制它的溫度 跟控制它的氣體量 所以它可能會爆炸 那二支電池呢 它經過特殊設計 它密封的比較好 它封的很緊 所以它不容易爆開 那它裡面也會有層的氣體 氣體量比較少 溫度會稍微 可能會下降 就是它已經處理後會下降 那有些 像你電池它是特別設計 它封裝的比較好 所以它就算很燙不過 它已經會爆炸 它會很燙 但是它封裝的比較好 所以它不會 就洩漏 不會泡掉 可以嗎 對 我剛剛說用游泡器來抄襲腳 其實它練給那些 腳不好 封裝的比較好 可是通常 然後在用游泡器之類的 搞不然就操縱嗎 它就開始跑酷了 操縱 你說就是已經結肢了 不是嗎 搞不好 他腳不好 他身穿 他搞不好 整整整整整整整 像微博 微博那種 微博是 那個叫做 打氣麻痺 它不是台灣 它不是打氣麻痺 它是打氣麻痺 曾經講的東西沒有說 這是可以研究的 因為它都會很偷 像真的有些植物 不是植物人 它是癱瘓 它是 我的 中文人 因為我腦幹斷掉了 它沒辦法接通了 所以它 腦沒辦法放上手腳 所以它不會動 可是如果 你可以用腦的電波 你控制一台電腦 這電腦來控制另外的電波 就讓身體也可以移動的話 說不定可以用 這是另外一個方向 有可能 努惟獎 努惟獎加油 努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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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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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